那就是說藥師的話 不知道就是各位記者朋友們 對藥師在平常在做工作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就是影響 基本上其實大部分民眾可能都在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碰到藥師 大概就是說比如說 他是在暖整理藥 那看到藥師就是說在發藥 那或者就是說去社區FL去拿藥 或是購買商品的時候 藥品的時候呢 那可能就是說看到藥師 在人家裡跟他們合作 其實事實上藥師 就是在做藥師服務的時候 可能有部分其實可能是看不到的 那因為就是說再過幾天就是 我們的藥師節 那就是透過今天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就是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目前藥劑部 最近就是比較開始有在發展 進行的一個就是藥師服務這樣子 那這主要的藥師服務大概就是說 我們就是先來來說就是說 所謂的多重用藥劑 就是說我們會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多重用標 透過跟藥劑合這樣子 那不知道各位記者朋友們 就是身邊有沒有人使用的藥品 有多達五種以上的 有沒有 比如說自己啊 或者身邊有人 就是說使用大概五種以上的藥品 事實上 多重用藥的定義大概就是說 一般的定義大概是五到八種以上 其實就可以定義為多重用藥 那基本上多重用藥是對的或是錯的 事實上多重用藥其實它是一個 最近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有在跑一些像是那種類似這種 醫藥新聞的記者 在去年的大概十月的時候 曾經有發過一項新聞稿 就是講說台灣的廢棄藥品過多 一年大概就是做了禮拜九十多 一般之類的 大概是十月的時候的 事實上多重用藥的話 民眾使用的藥品 就是說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勢必會面臨到幾個情況 包括就是說它的醫療費用會增加 那使用藥品一多的話 它彼此之間的交互之動會很多 那甚至如果假設這些民眾 它並沒有就是說 確實在使用這些藥品的話 它還會造成這個醫藥品的一些浪費嗎 那事實上如果超過五種以上 你會發生不良藥物等反應的幾率 大概是一半左右 那如果多達二十種的話 大概是一百趴 那其實二十種 其實有時候臨床上也不是那麼的不常見 像是一些移植或是重病病的話 又可能會使用到大概二十種的藥品 那其實多重用藥的原因 大概不外乎就是三種 那第一個就是說 基本上它可能是人口老化 那疾病的負載度越來越高 那以及就是說 一些廚房那些連鎖效益 以及就是說 那個看診次數多重救 你看它其實也多重救一下 開出來的廚房 一些藥品變化要整 這些都可能會導致你很多重用藥 那事實上有些原因 它可能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處理 因為基本上人口老化 現在醫療科技越來越發達 但它的負責醫師比較高 健康醫師比較高的情況下 平均餘命越來越高的時候 人口年齡越來越大 它勢必就是說 你患慢性病會越來越多 那慢性病越來越多的話 你會治療這些慢性病的藥品 會越來越多 那另外就是說 現在醫學指引其實 會建議就是說 部分的慢性病 它會使用多種藥品 但是劑量不要太高 這樣子的一個協同的治療 那甚至就是說 針對某一些高危險群的病的話 它也會建議就是說 提早把一些預防健康 裡面推上去 我們比如說打一個比方 像是高血壓跟糖尿病 那高血壓在一般治療之後 大概達到年輕期的時候 大概國外就是兩到三種的 降血壓的藥品在做使用 那糖尿病其實也是差不多 那如果你高 病高血壓有糖尿病 那可能就是說年紀有比較大 或就是說有一些相關危險因子的話 有時候會為了預防吸血管的疾病 有時候也可能會提早開一些 降血脂的藥品 那這樣其實算一算 已經是超過五種以上 所以事實上 這樣子的一個多種用藥 那其實不一定是錯誤的 雖然民眾可能看到就是說 它吃的藥是一大法 但是它其實都是有它的意義存在的 那另外一種有可能的情況 就是所謂的褲方便所效應 褲方便所效應 Prescription Cascade的話 基本上它指的就是說 你今天的一個醫療問題 它不是有精力造成的 它是有藥品造成的 我們也是舉個這樣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譬如說像是某些 譬如說降血壓藥好了 它可能同時會帶來 譬如說像電力藥或水腫的一個問題 但是也不可能就是說 因為這些電力 就叫它不要去做使用 所以它可能就是說 連一拉一的情況下 它可能也會就是說 事實開一些利尿器 因為利尿器對血壓也是有些鹹龍的效果 或者就是說會開一些軟臉劑之類的 像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也是會間接的造成 就是用藥品項數額較多 那另外一點就是所謂的多重就醫 那其實事實上 病人他現在看病的成本越來越低 那再加上就是說有些病人 他可能對治療 沒有信心或比較沒有耐心的情況下 我們在臨床上常會發現 就是說這些病人 他會有逛醫院的一個情形 就是說Hospital shopping 那逛醫院的情況下 他可能就是說就醫的次數都 那可能各個醫療院所之間 可能又不清楚就是說 今天其他醫療院所開了什麼藥品的情況下 他可能會開到一些重複的藥品 那此外就是說 他可能雖然看的可能是不同的科別 譬如說他可能看心臟科 也有可能看嘉義科 但他同時都有高血壓的診斷 那有高血壓診斷一下的話 有時候醫師他可能就說 發現你可能血壓較高 兩科都可以開了降血壓的藥品 那如果沒有注意到的話 這有可能會造成就是說 藥品的重症 事實上像這樣子的情況的話 很多重就醫引發了多重用藥 其實常常都是因為 就是說他缺乏最後的一個整合者 而造成 那這些藥品其實重溫藥品的話 通常他是不必要的 而且其實也是可以去 透過一些措施來做避免 那我們基本上來看就是說 有我們的幾個案例 那這個女士的話 她之前是在我們心臟學法科 就是開了一些講寫資料 可是她服用之後 她覺得就是說 感覺身體不是很舒服 所以她在外院的時候 她一起伸展科 幫她開其他降血的藥物 那其實也蠻好玩 就是說這個女士 她明明知道就是說 她是吸血管的降血癌 降血脂的藥物不吃 但她沒有跟吸血管科醫師講 她藥還是照領 領完之後 她把這個藥品拿去她附近的社區藥品 把它攪消掉 她以為這樣子就不會有重用藥 但其實這種藥品都是有身體健保 那還是一個浪費 那後來就是通過我們的一個 就是監控的時候 發現了這樣子的問題 她同時就是 申報了兩種降血脂藥物 就把它找過來 找過來之後才發現就是說 欸 因為她有這樣子的一個期望 那後來跟她溝通之後呢 其實她事實上 她是要吃就是 外院開來的那個降血脂藥 所以我們就是 回報給那個西建管科醫師 那西建管科醫師就把我們 我們本院的降血脂都把它拿掉 那就是避免的重複用藥 那其實也避免的 就是藥品的一個浪費 那第二個案例的話也是 她就是說 她在內科就是說 最終血量 那她其實基於說 都是民眾中自己的一個 就是說感覺 她感覺就是說 她看那個血量藥 好像效果比較差 所以她就是 另外兩個在看西戰科 那她就是會害怕就是說 就說醫師是壞她的 她一種都沒有吃的藥 所以她還是一樣的藥 喝肉在彈 那其中的剋藥是沒有在吃的 那後來我們發現到之後呢 也是很簡單做了一些 溝通跟就是了解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 了解了之後呢 我們其實建議她講說 如果假設你這個藥 其實根本就沒有在使用的話 那就是 你今天就是說 如果在別人課別 就是說你追蹤得好好的話 那就是 看單一核就好 避免就說一些 那這個的話 它是主要是在我們精神課 就是她有追蹤邊角度 那她另外就是說 因為沒有頭痛的話 是在別的那個 基層診所的那個 神經病科追蹤治療 那她其實都有 不用兩邊的藥物 那其中一個藥面的話 它是同一個成分 但她的劑量不一樣 她一個是高劑量跟劑量 所以藥物的外觀不太一樣 所以病人完全不知道 那其實吃的是 同一個成分的藥物 那這個在我們的那個就是說 業界的說法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大方走大動 小方走小動 那事實上 因為就是 神經病科發使用的 伎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 後來就是說 我們就是離期之後 我們就是有一個 精神科的意識做討論 那精神科醫院就覺得 那竟然整體沒辦法 有開的 養精科就要有的話 這個就有需要再開的這樣子 那另外這個案例的話 是她之前是因為重膨 所以使用了一些那種 抗血強版的藥物 那後來她因為一些那種原因 就是剛好來我們醫院 就是就醫 就是住院這樣子 那住院期間 她是發現就是說 她同事犯罪有些行李不正 所以醫師她其實有幫她 更換藥物 而且她是有住屋在醫組上面 她是有寫進她的醫組裡面 就是病例裡面 那後來病人出院之後呢 她外院還是有去回診 那回診的時候 也不知道是有沒有去做診 那外院還是一樣開醫一樣的 就是抗血強版的藥物體這樣子 那因為剛好就是說 過幾天之後 她是回了我們的認診 那我們會在前一天的時候 去檢核她的用藥 就發現 為什麼這個該體的藥物 居然又開出來了 那後來就是說 在她回診當天 我們就請她過來 要解一下狀況的時候 就是 發現這樣子其實 好像是有點問題 所以 就是在她隨後 就是要再 可能就是過兩天 又要再回我們這邊的 心血管科的時候 跟我們其他 跟我們的心血管科醫生 所討論 確認到底是不是兩個藥物 都要使用 還是只要使用在你的藥物體 所討論 那事實上 從我們這四個案例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其實 需要用藥整合的話 其實大概會有幾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她可能看診的地方 比較多 多數看診 那是不同醫療院所看診 那可能彼此之間 都不知道 對方開了些什麼藥品 那有一部分 是因為病人的因素 那可能就是說 這個藥品 那可能事實上 她已經沒有想要使用了 但是她又害怕 就是說被醫師責備 或者就是說 一些其他因素 她還是有在持續 持續的拿藥這樣子 那以及就是說 醫師可能會因為 就是說病人的一個狀況 她刻意的去變得 或者說去梗洞 就是說症癒情報 那造成就是說 一些用藥重複的情況 那以及就是說 病人她可能因為一些 那種醫療的問題 她就醫 那就醫的時候 其實她病情隨時都有在變化 那最後出院的時候 她並沒有就是說 好好去做診 所以她可能就是說 像剛剛講的那位病人 她到外院回診的時候 其實外院醫師根本也不知道 她住過院 所以她要你還是要照她 因為她看不出來 就是說她有什麼樣的一個改變 這樣子 那我們談到用藥整合 大家對用藥整合 這四個字 會有什麼想像 事實上我去問過幾個人 那大概就是說 回答大概 他們可能很像就是說 可能可以節省這樣子的一個藥費 節省禁費 或者就是說 把多餘的那些廚房都散掉 或者就是把這些廚房 就是說很複雜的一個廚房 話我就是說叫簡單的一個廚房 那事實上 用藥整合其實 它是寫進我們醫策會裡面的一個 就是醫藥品質與病人安全的一個工作目標 它是我們明定在上面的 那用藥整合是怎麼來的 它最早是從美國來的 大概2005年的時候 在美國的醫策會 其實就是有開始有這樣子的觀念 因為在美國其實也會有同樣的問題 病人可能就是說在不同的地方看病 但是其實這樣子看病的時候 他可能病人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把這些資訊帶進來 所以可能就是說 病人在住院的時候 我們完全不知道 他外院使用什麼樣的一個藥品 所以在美國那邊的貓 其實很早就起初來講說 其實他在希望在整個醫療照務之中 他會完成急確去整個病人的所有藥物 那這樣子講其實有點抽象 他在2016年的時候 開始有去定義講說 不管病人是在轉院、轉診 或是轉床 或是轉手於其他醫療人員的時候 醫療人員都需要提供病人 一個完整的一個用藥資訊 讓他可以掌握他所有吃的料理 這樣子 那在2011年的時候 他各被寫進就是說 美國的一個安全目標 那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他可以 溝通正確的用藥資訊 那以及說溝通正確 維護公正確的用藥資訊之外 還要找出就是說 那些解決就是兩面的不一致 譬如說我們一就是說 因為病情的因素 如果我希望他外院的某個藥品提掉 那個藥品又可能只造成他這個出院的注意 但是如果沒有好好去執行 這樣子一個整合的話 他可能出院之後 還是再去使用這樣子的一個藥品 問題還是沒有進去解決 所以基本上用藥整合的目的 它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確保病人 不管是在救你 在你醫療 任何的醫療階段 他使用的每一個藥品 都是需要而且不必要 而且他是正確的一個藥品 這是我們用藥整合一個最早的目標 那簡單來講的話 用藥整合大概流程就這樣子 那病人他可能就是說 住院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會帶來就是說 在我們醫院裡面開的主方 或者就是在別的計程 或者說是醫院院所開的那個主方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他也有可能就是說 病人他本身自己有在使用一些被處方的藥 他可能就是說在外面的藥局 自己購買或是使用一些 不需要一次處方的一個藥品 那用藥整合的目標在於就是說 我們要取得 紀錄所有病人的一些用藥的資訊 那在我們住院的時候 因為其實用藥整合最初在美國 都是強調住院的病人 所以在住院的時候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或者就是說是在看診的時候 就是開放的時候 就是要納入病人所有的自備藥品 以及我們本院的存放 那找出就是說 他們之間是不是互相會有一些衝突 或是不一致的地方 那與這些醫療的人員去做討論跟解決 那除了藥品本身之外的話 也是要考量到一些引擎變化 或者說是藥品之間的一個交互作用 那等到就是說 解決了這些所有的一些衝突或不一致的時候 會診出病人 他真正確實應該要使用這些藥品的清單 然後就是說 提供給就是說所有的醫療人員 以及就是說 病人本身就是說做使用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考量 就是說病人所有的用藥和病情 那會診出病人目前說 使用的藥品處方 那確保病人他是達到正確 而且是最佳的一個治療效果 那事實上在我們 醫院自己的處方式非常的簡單 因為我們都可以調得到 就是說個可別開的所有的藥品 那比較困難的地方 或也就是說 其實在美國最早也是困難之類的一個困擾 就是他的自備用藥 那自備用藥的大約就是我們剛剛 讀外錄講的兩種 一個是他自行使用的 那可能就是說 只有在外面的健康去買一些保健食品啊 或者就是說 是不是有使用一些其他的一些 那種 就健康的用品之類的 那這些用品其實他通常都不是很常規 而且他其實不會影響而已 所以他只可以去試他醫療情況 就覺得是不是要繼續使用 譬如說病人他可能就是說 他因為就是說一些那種保健的目的 他可能不使用那些像是隱形的 納豆之類的 那他其實都是有一些抗病血的一個效果 那可能因為就是說 某一次中弓 或是損栽出生的時候 我們給他做到就是說 就是這麼多的一些 症狀不要抗健的的時候 你就會希望就是說這些 黏著上保健的食品 就盡量不要繼續使用 那這些其實 你不需要太多的固域 就是說就直接就先去把他拿掉就好了 那另外就是說 比較麻煩就是說 他用的用料 因為病人如果可能他沒有提供 或是只有部分提供這些除草內容的話 其實你很難掌握就是說 他在別的醫療院所 他使用的所有的藥品 再加上其實病人他可能 也不是很能夠清楚完整的味道 就是說他在使用的是哪一個藥品 因為其實像我們病人 在我們病人的時候 他可能大概知道 告訴你這是高血癌的藥 這是糖尿病的藥 但是他成分啊 或者說是 盡量他都不清楚 他只知道他這個是吃什麼樣的目的 那這對我們在執行整合的時候 是會有顯示的 那所以事實上 在用到整合的時候 他有一個前提是 他們非常清楚 病人手頭上的一個 藥品的使用目的進行方式 可是其實很多病人 他自己使用藥品 就是很清楚 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 那基本上這個K先生的話 是長期有在我們的 新陳代研科室 用我們降血壓藥 我們減成A藥 那8月16號的時候 因為醫師就是說 要加強他的治療 所以他把A藥換成B藥 後來就是說 他在過一兩個月回診的時候 我們發現 他外院居然又開了A藥這樣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請病人來說明 結果因為兩個藥我們醫院都用 我們就直接拿個病人去讀 那他發現 他回報給我們是講說 這個A藥是我們這邊開禮的 然後而且大家強調就是說 他A藥都有使用 那這樣子 其實就照我們講的 很大的一個環環 因為畢竟在我們醫院的話 其實你A藥已經拿掉了 你就不應該去做使用 而且這兩個其實是同輩的一個藥 而且我們在繼續追問下去的時候 發現其實不只就是說 他兩個藥都使用 他兩個藥的使用方式都是錯的 他兩個藥的用法是根本就顛倒過來 那因為就是說病人 他的藥品是在外面健康藥養的 那因為就是我們 跟病人就等於就是說 進入壓講了一陣子 他其實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根本只能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最後是請病人 就是說先把就是 外院拿到哪一個藥線不要吃 那等就是說 他一兩個月要回診的時候 再請他跟就是我們 人家吸塵在那裡 可以一直做勾搭 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 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其實是用藥者本身 他可能也不太清楚 就是說他自己在用的是什麼藥品 他甚至用的藥品 都可能是錯誤的 那事實上呢 在這個問題已經存在很久了 那目前的話就是說 健保署他在2013年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開始建立就是說 這樣子一個瘟端藥力系統 那透過這個瘟端藥力系統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就是說 掌握到病人 他最近這三個月內 就是在健保的體系下 他在各地醫療院所所開過的藥品 那而且不只開過藥品 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他使用的品項 能夠速度區間以他來源 那這其實算是很方便 就是說區了解病人的一個用藥品 但是其實在建置初期的時候 他是需要透過病人拿健保卡 我們這邊做查查皮膚的 所以算是我們在使用方面 是有點不一樣的 因為病人就是說他健保 他要過癌才可以查 runs到 那後來就是說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你的孩子的時候 我們醫院其實也開始做一些資訊上面的工程 在2014年的7月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進行院內自己的一個統合藥劑監控 2065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結合運端藥力進行6萬統合藥劑監控 大概是2015左右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令人去簽那個運端藥力統一數 那他只要同意之後我們可以在回診的前48個小時去下載 去評估他的一個用藥 那當評估出來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那回診的當天請病人過來 我們要去這邊了解他的狀況 那一旦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會覺得說通過病人 如果說是我們直接去找他實施溝通 然後去確定就是說他應該使用什麼樣的一個藥品這樣子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我們的用藥支援的話 就是說透過就是電腦的一個預警訊的一個系統 那以及就是說電腦局提供的一個女端藥力統一臺 那再透過我們要是一個專業發行段 去進行測試承擔的一個整病的那個用藥轉移 那從前年的1月1號 2016年的1月1號開始的話 我們就針對系統的偵測到的警訊 進行病的那個用藥的追蹤 那追蹤之後呢 我們就是說在病人回診當天 就是可以去評估他的廚房 那如果從後來問題的話 會進行一些處理 那從2016年那一整年來的話 系統大概跳了差不多10萬幾吧 幾筆有什麼 那我們就是幾乎是一筆砍 那後來就是最後沒有追蹤的1300多個人次 那這1300多個人次的話 大概有2116個是需要去做回來的處理 那大概有254個的話 他是可以透過一些那種問教的一些方式 告訴病人就是說 你大概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去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那基本上就是因為其實這裡算是 用藥是有問題的啦 所以其實我們 這216個病人的話 其實我們是有跟醫師去做 本院的醫師去做回報 那回報之後 其實這216個大概172人 就是有修改他的廚房 在我們醫院自己修改廚房 去調整他的用藥 那調整完之後 相比之前的一個用藥的話 大概我們估計平均每個人 大概每年接生的藥 大概是2000多塊錢 2600多塊 那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結論就是說 病人其實他的廚房 他可能會因為他的病情變化 或者說他的就醫行為 能造成就是說他的褲子 以及他的紋亂 那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如果假設病人 他有下列的情形的話 他是可以就是來找醫師或是醫藥師 去做一個用藥診 那包括就是說病人 他可能本身有在不同的科別看診 或者說他可能有在不同的醫療院所 看診療療化 那擔心就是說 他之間的痕跡年期沒有做得很好的話 他就可以來找你做醫藥診 那也就是說可能最近剛出院 因為畢竟你會住院是因為你的醫療 就是你的健康情況是有改變的 那健康情況改變的話 醫療可能也是會有改變 所以如果剛出院的人的話 也可以就是說適時的去找 就是說藥師或是醫師 做一個用藥檢視跟診 那或者就是說 其實病人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吃了一些藥品 至少外觀長相都能看得出來 那如果發現就是說藥品或處方有動的話 那或者就是說 其實病人更容易用 就是說確實按照醫組的不要 或者說其實根本已經 有些藥品根本就沒有在服用的情況下 其實也可以來做一些用藥診 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哪些藥品其實需要了 或者就是說可以去做一些調整之類的 那如果假設病人 其實他如果在不同的醫藥院所在看診 其實我們比較建議就是說 他至少藥的話可以固定在某個地方的藥 那他可以就是說選擇 就是家裡附近就是說 比較進來的一些社群藥局 那你可以在領藥的時候 請社群藥局也要是幫他做一個檢視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這樣這種情況其實蠻常會因為就是說 缺乏最後給了診斷 那至少如果你領藥是在同一個地方裡的話 在那邊都會有他的紀錄 那必要的話 藥是社群藥局的藥是也可以去幫助 做一個領藥的檢視 那以及最重要的是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病人不管怎樣在看診的時候 盡量都主動告訴我們 不管是醫師還是藥師 他原本用藥 那至少就是說 就是說你在看什麼當下 就是醫療的時候 都可以來找我們 那我們就是說 可以去幫你稍微幾個檢視 那就是一定可以用藥整合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就在這邊 謝謝大家